出门在外出入酒店,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,但是在酒店里的安全问题,大家也一定不能掉以轻心,对于房门会被无故敲响,甚至被直接打开的情况,也是时有发生的。 杭州的小诗,最近就遇到了这种让他后怕的事情。 小诗说,当天他和老公入住的就是这家,至尊豪亭大酒店。 小诗说,当时他老公正好去楼下车里拿东西,没在房间,他正在洗漱。 当时听到了敲门声,一开始以为是他老公,想着手礼是有房卡的,就没有理会。 后来房门又响了几下,此时小诗已经意识到,可能不是他老公,当时又是在刷牙,说话不方便,也就没有回应。 小诗说,当时,不知道门口会是谁,老公又不在身边,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,心里当时有些打鼓,就觉得不说话不理会。 会安全一些,这是一种下意识的,自我保护的行为。 但是令小诗没想到的是,他忽然听到门所打开的声音,吓得他赶紧把卫生间的门关上,他根本不知道进来的会是谁。 而且,由于当时是在洗漱,也没有拿手机。 小诗说他当时,真的很害怕,特别的慌乱,并大声质问对方是谁。 小诗说,在对方表示是酒店员工,并表明来意后,就离开了,但是对方到底是谁,或者有没有进门,他并不清楚。 在听到门被关上后,小诗在卫生间一直没赶出来,一直到他老公取东西回来。 小诗踩软着腿开了门,小诗说不是他,想象力丰富,而是当时确实不能,排除有很多可能性的发生。 他只是在众多可能性中,比较的幸运,对于酒店的这一行为。 小诗表示了自己的两点质疑,可能是早上来打扫的,二,我也没有叫这个服务,你可以按门链,顶多就是打扰我了,但是你不应该开门,就真的很后怕。 我就觉得如果酒店行业默认是这样子的话,那是不是整个酒店行业都不应该有这条不成文的规定。 小诗说,这个事情,其实并不太值得这么夸大,但是如果在整个酒店行业中,都是这样的,有这种不成文的规定, 敲敲门就能随便的,打开顾客的房门,这种行为,到底有没有侵犯到客户的隐私权,安全保障上保障的谁,有保障的什么, 其实对于小诗提出的这几点疑问,小编仅代表个人看法,觉得很有道理,也很值得去关注。 而对于小诗反应的这种情况,我们也找到了酒店负责人,了解全面的事情发生经过。 敲门有敲了四次,但是里面没有听到有回复,然后他就开了门,但是没有进去,开了大概15度的角,感受到里面有客人在,直接就是退出来了。 酒店负责人陈总监表示,对于客户反应的这个事情,他们高度重视,当时他们就赶紧查看了监控,但是对于我们提出查看监控的要求,酒店方面表示了拒绝。 陈总监说,酒店员工的操作是符合他们本酒店规定的,并且当时是在每一个确定不再续住的房门,进行了同样的操作,在进房流程和服务流程中,是符合他们的标准的。 陈总监表示,他们酒店是有第二天给客人打扫卫生和送洗衣物的服务的,当时小师并没有按亮门口的,请无打扰的灯,两方面都存在疏漏,但是他们酒店特别重视这个事情,也会积极对酒店的管理方面进行改进。 之后,小师对于酒店和当时服务员的道歉,也表示了接受,酒店作为公共场所,盈利性机构,最起码的要对顾客做到安全保障的义务。 我们也希望酒店在这方面的问题上多加规范,对员工规范也多加管理,那么对于酒店的行为是否会涉及到侵犯顾客的隐私权,等其他合法权益,该员工的做法,合不合理呢? 欢迎在评论下方讨论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